有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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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有情的定型之作 我是受短削那种神奇的 神奇的演奏方法所启发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灵魂之间产生的 一长一短之间的那种共振 给我带来的灵感 妈呀听不下去了 真的 让我写出来的手票吗 哎哎哎哎 这是他做手 这是他莫及 这是他 这是他情绪现在已经几近崩溃 这位同学我希望你之后几年盛行 沉甸甸的手铐在这儿了 朋友少说两句 我少说两句 明目张胆你们真的是 其实刚开始 我错过了这个 教作品的这个时间呢 是一个意外 但当我把我的作品发给他跟我说 真folo也教了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觉得事情变得奇怪 他为什么把这个作品 先我之前提交了什么 所以我能不能认证的是 你认为真solo是抄袭了你的作品 他就是抄袭 他是拿他没有抄袭 他就是拿了我的作品 数了他的名字 用来换取我唯一的追逐梦想的机会 明白 就是我很恨这个人 我从最开始我就没有隐瞒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在你的柜子上面发现了一个东西 饭前一定要记得喝加油打气水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加油打气水已经是被喝掉了 这个水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加油打气水是我们短销送给我的 他会日常的提醒我要记得吃饭 要记得喝水 要记得睡觉 总之就是他会提醒我生活中的所有细节 然后把我照顾得非常好 因为里面有个小细节 就是这一瓶一看是喝完的 但是在喝完的瓶底下面有很多小的颗粒 彩色颗粒物 我给他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你确认就是他原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吗 这个我肯定 我绝对不会往里面放任何东西 那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 真在这里做了手下 那个颗粒物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暂时先存疑 在涛的房间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 懂我的人就是我要守护的人 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懂你的人就是周 而周是你要守护的人 而这之后 一个不重要的八卦同学给涛发了一个信息 说听说周长迪错过了提交原创作品的时间 他已经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在涛的床底下发现了一张被揉碎的照片 真即将要踩这只长迪的照片 在涛的房间里发现了 在涛的床底下发现了 而这张照片的背后还写着 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能问一下涛 就是这个照片是怎么回事 就是 这就是那就是那詞 就是我呢 就是一个音乐世家出身的一个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世家出身的一个 音乐是开玩的